今天是民間司馬改的機構會 我是執行秘書 蕭伊尼 我們要開始我們今天 無良秘技技多大隊 師傅秘密練金術 師傅秘密修法記者會 今天先為大家介紹我們出席的代表 我們今天記者會很高興 有林郭勝委員來為大家來主持召集 出席的是我們今天要公布 這個特別案例的受害人 有兩組受害人 都是被同一個師傅命令煉金術師 我們不能叫他詐騙集團 我們叫他師傅命令煉金術師 因為他做的事情是合法的 那那個是海產店的老闆娘 拿幾個手 有位人好 請坐 各位好 在游美女委員左手邊 現在介紹的是海產店的老闆娘 看老闆 然後在委員右手邊的是大學生小慧的媽媽 大學生小慧在這邊 小慧她說她今天心情緊張 她不想發言 由媽媽來代表她發言 再來我們今天有特別邀請到 發現跟承辦這個案件的 林依智律師 然後這位是林依廷律師 那我們現在記者會開始 那請 要不要請兩位委員 請由林國正委員稍微講一下 現在是負面修法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請林依智律師介紹 這個煉金術的流程 所有媒體的先進 還有我的同事 有美女女有委員 待會兒女學章 女委員也會談過 那今天我高雄 這裡是小慧的媽媽 一個是小慧的媽媽 住在左營區 一個是海產店的老闆娘 住在大廟蓋女先生 那謝謝司改惠的小秘書 那也謝謝兩位大律師 修復命令長期來 對這個國家裡面造成很多的被害人 但是二十幾年來 這個法 惡法都沒有去做一個修正 那本會期真的很謝謝 游民女有委員 女學章呂委員 還有朝野的立華委員 共同來修正 那相關不合適宜的法律 那目前在整個法治委員會 也都已經沒有什麼大意義 那也在朝野沒有意見的情況之下 在做一個實體法的部分 已經某種程度大概是OK的 那現在就是一個救濟條款的問題 目前還在朝野的協商 昨天我們跟游民女委員 跟女學章委員 跟陳超明委員 還跟司法院在做處理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個會期 能夠進出來通過這個立法 那今天待會兒有很多的被害人 會把他們陷入一層提出來 那各位媒體先進 我只講一個重點 大家如果看到 司卡輝今天準備的新聞稿 其中有一個大概在第三頁 第三頁 一對夫妻 我們不能叫他詐騙集團 陳如執行秘書講的 這叫支付命令的煉金術師 媒體先進 如果你把這一對煉金術師 透過支付命令的這些煉金術 煉金術師 他們夫妻打他們名字 全國這一對夫妻 總共申請了261件的支付命令 申請了 一對夫妻就申請了261件 我們很難過 也很痛心 261件全部集中在哪裡 在高雄 高雄就申請了189件 所以今天兩個受害人 都是來自於高雄 我相信待會兒他們 我把他們自己本身 被這個家庭發生這樣不幸的事情以後 整個對家庭的衝擊 會做一個很詳細的描述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現在請林醫師律師 好利用手板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很複雜 很先進的支付命令煉金術師 各位媒體大哥大姐大家好 我是林醫師律師 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大家來說明這個部分 先說明第一個頭 說在前面 我等一下講的以下所有的方法全都是合法的 全都是合法的 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就是因為有法律漏洞 我先把結論講出來 好 那我們為什麼叫煉金術師呢 首先齁 大家知道說如果我們今天 像那個 是齁 我們今天如果 我們首先齁 今天如果你借錢給人家 或是人家欠你錢 你拿到一個這個錢 他還不到 好 他欠錢不還 或是爛賬 這時候我們會稱這叫什麼 石頭 石頭 因為沒有用 那可是呢 我們為什麼叫煉金術 煉金術是什麼 點石成金 把沒有用的債權變成有用的黃金支付命令 那以下我要告訴大家 這是怎麼樣做的 首先他們會去取得一些 像過期的支票 過期的本票 那這些債務人他們本身來講欠了錢 他們是怎樣 他們就不想還錢或怎麼樣 或是人就跑了 他們會對他們申請這個 這些煉金術師會對他們申請支付命令 那支付命令申請到之後呢 這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這個債務人沒有錢啊 沒有財產 所以我們稱這叫什麼 石頭的支付命令 所以比較簡單 石頭的支付命令 好 之後呢 可是這支付命令有什麼用 依照法律規定 他可以去查 這個石頭債務人的 所有的個人資料 還有什麼 他的所有國稅局的財產清策 那一查之後就知道他住在哪裡 然後呢 他可能有在哪裡工作 他可能有哪些 有哪些親友之類的資料 他就會查到 他查到之後勒 他就會去對這些親友 去跟法院說 這些 這些這個債務人 在這些他的親友 配偶 或者是什麼 一些住宿的同學 或者是一些房東 鄰居 說他什麼 在那邊工作 在那邊工作 然後呢 他會用一種方法說什麼 這一個石頭債務人 在這一些所謂的 這些房客啦 這些債務人的兄弟姐妹在那邊工作 而且這些兄弟姐妹有什麼 開設一間 商號 什麼商號 不存在的商號 舉一個例子而言 像我是林一志律師 他可能就說 這個債務人在林一志律師那邊的 意志文具行 上班 有薪資債權 然後呢 跟法院說要他們來給我 扣薪 扣這個人的薪資 那這時候 他就會法院就依照申請 把這個薪資債權的扣押命令 寄來我這邊 通常很多這個 所謂的債務人 這些所謂的 學生 這些所謂的房客啦 鄰居啦 兄弟姐妹 配偶 他們說 沒有啊 這個人根本就沒有在我這邊上班啊 而且我根本就沒有什麼 我根本就沒有開設這些什麼 商號 所以呢 他們會覺得是什麼 太假了 假過頭會覺得是什麼 詐騙集團 或是什麼 不法的 這個根本不實的法院公文 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可能是寫錯了 法院把人同名同姓搞錯了 有些人什麼 會覺得這就是假的嘛 可能詐騙集團又在偽造法院公文 就不理他 那不理他 那不理他 發生的事情 依照強制定法規定 這些這個所謂的石頭支付命令的債權人 就可以拿著這個執行命令 去對這些所謂的雇主去查封他們的財產 可是 煉金書師厲害的點在於他知道說 他如果直接拿所謂的扣薪的這個執行命令 去做查封的行為 依照法律規定 這些所謂的雇主 還可以去提個確認支出救濟 所以呢 他會做什麼 他會給他們發支付命令 為什麼發支付命令 因為發支付命令去給他們之後 他們就沒辦法救濟 所以他會再用這個所謂的扣薪的命 這個所謂的扣薪命令 去申請支付命令 那法院會核准 為什麼 因為你拿著法院的公文 他也會說 欸對啊他真的就是沒有移轉薪資給我 所以他就會 法院就會再發一個支付命令去給 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這些雇主 這些假三號的真雇主 這些假雇主 那 這些所謂的配偶啦 兄弟啦 他們收到支付命令之後 他會講什麼 你之前那一份 說什麼 這個人有在我這邊工作 已經很離奇了 現在還要再發個支付命令 他會覺得什麼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根本就寫錯了 搞不好根本就衝到 都是你誤認 就是法院你搞錯了嘛 所以他會怎樣 放著不管他 那這個時候 在雙重的什麼 雙重的合法的一種 我們說合法的一種 騙術之下 合法的騙術之下 他讓他產生混淆 混淆之後 支付命令就確定 他這些念金術師 就取得什麼 黃金的支付命令 為什麼 因為後面這些人是有錢的 這個人沒有錢 但是這些人是有錢的 他拿到他們的支付命令之後 就去 申請對他們去扣他們的存款 他們的財產 當這些所謂的兄弟姐妹 這些所謂的 我們說黃金支付命令的債務人 發現的時候 已經為時已晚 什麼都不能救濟 他們如果說好 主張說這些證據是偽造變造的 法院一場 哪個都是法院的扣心命令啊 都是真的啊 每個都是真的 證據是真的沒有偽造 你怎麼再審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全部 都是合法的 因為都是依照法律來做的 可是它就產生一個法律漏洞 是什麼 它利用雙重的一個 一個法律上 我們在做扣心命令的合法的時候 法院只會做刑事審核 支付命令只會做刑事審核 所以它用這樣子的漏洞之下 去取得 拿石頭的債務 取得一個 黃金的支付命令 然後呢 它就可以得到錢 那成本 我們這邊估算 如果去走這樣子的流程 大概只要花兩千到五千塊左右的成本 可是金額呢 以我們今天到場的當事人來看 二十萬到五十萬的獲利 這就是我們說的 為什麼叫列金數 你本來拿到這個支付命令 它是一毛錢拿不到的 結果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合法的法律漏洞 去取得一個黃金的支付命令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公開這個部分 那我們今天一公開有個風險是什麼 未來只要懂的人 聽得懂的人 任何民眾 就算你不是法官 你不是律師 你不是獨法律系的 你都可以這樣做 因為這個方法很危險 可是我們公開目的是什麼 我們希望到處社會大眾市 我們的法律真的漏洞 不修 你我都會是下一個被害人 你我都有可能是下一個煉金數 是裡面的什麼 黃金之付命的債權債務人 永世不得逃生 謝謝 我們要請問一下有沒有人 不知道你等一下有沒有行程 你要先講 還是先讓被害人講 那我們今天 那我們先請我們這個 台產店老闆娘阿雀 我們再講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是依照法案的判決 來做這個記者會 所以在判決書上 當事人的名字是都有寫上去的 那要拜託大家幫忙把他們的名字引掉 那我們新聞稿上都是黎明 那我們再請阿雀老闆娘來幫忙 大家講他自己受害的過程 那個支付命 台我很慘 我沒有欺負人錢 我也沒有抹對方 他的民國九十八年 就叫一間那個 同事剛才說 我們先讓我們欺負200萬 一百萬要過來我接電 我就沒明信 我先讓你欺負人錢 我先說沒有 我說沒有才有這個東西 我就看信風 我們沒有在那兩個傢伙 要去找對方 或是對方 都是用信箱 我們都沒有去找人 現在來陸續 我就說 這個不是詐騙集團 我才有寫這都一百年紀廟 現在來陸續他又嚇 嚇他就說 我開銀雀小吃部 我又看我沒有開銀雀小吃部 我開開餐廳 才有用銀雀小吃部 我又問我先生 奇怪哪有這種東西 你看得多奇怪 這就像我都沒管 我都說認定這個詐騙集團 我又問出門 別人說那詐騙集團 不要打擾 你打擾你就上當了 我就說這樣就放就不要打擾 我心裡想說 你若是看他 我也是要討論我開銀雀小吃部 我都沒有 就一直放一放 要去嚇三個咪咪咪咪咪 要來靠我先生的新資 我先生沒這麼上班 要靠新資 歷史 有夠多 那看不出來 人家說我就沒差勁 沒差勁 你去嚇一堆 有一次又嚇一條什麼 強制執行 哎呦 銀行都靠了 錢都靠了 你去嚇一跳 我很害怕 我就趕快去犯人 我連山去13天 去書記官 書記官說 不要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開銀雀小吃部 書記官也不知道 怎樣我也不知道 連山找三個咪咪咪咪咪 那個錢都靠了 我嚇一聲哭哭 我炒五十塊 五十塊 我這樣欠 我靠一十九萬 我想說 好 我也沒辦法 沒辦法 撩他就撩他了 我沒辦法 九年來的人 要把我扣 土地給我打 我聽了 這是什麼 我真的很害怕 沒完沒了 真有恐怖 土地把我打不下去 你看我找檢察官 檢察官也起訴 檢察官 我拜託檢察官給我動 說他要把我打不上土地 檢察官也是沒辦法 我覺得這到底是什麼情侯 我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 是你遺憾派的人 叫我求我這個信用的佩製 我今天要跟他講 說 你 阿昇我一個公道 希望要關心修法 沒有我沒完沒了 我又有規則一大堆 我又是要安裝我 我很驚訝 我一天 我聽了 郵柴說 我看好 我就驚訝 我一天就這麼慘了 拜託一下 有關檢察官 拜託把我這個信用的佩製 想辦法一下 拜託一下 拜託一下 那個 感謝這個阿雀 有關阿雀的故事 我們在新聞稿上有 因為這個故事還有去集 因為阿雀他這邊受害 連也害到他的鄰居 連他的鄰居有帶他簽收 都被成為這個鎖定的對象 那請大家想看新聞稿的資料 那我們現在請這個 小慧的媽媽 來問大家講一下 她受害的過程 我這個受害的過程 就是跟前面的都是一樣 我這個案件最離譜的部分 就是那時候我女兒還在讀高中 就說她是高中大學那個時候 就說她是什麼 汽車保養廠的老闆 然後員工欠錢 員工欠錢要老闆來支付這個錢 然後我們一樣的 以為是那個詐騙起斷 根本都沒有兵戈什麼汽車廠 也沒有這個人不認識 就沒有履他 所以就沒有申請醫 這個後面就是收到支付命令 然後我們就出了上下二十幾場 每次去都是敗訴 因為沒有申請醫 這個後面的話寫了一堆的一堆的理由 很正確的理由 沒有公司的存在 沒有欠錢的存在 還是一樣的敗訴 這個十幾年來 已經從九十五年到現在 十幾年來 我們的訴訟 法官根本都不都知道 你這個已經是沒有辦法 我可以不理你 每次去出庭 他只有問你 我知道 你什麼時候接到支付命令的 有沒有接到有沒有那個 只有問這一塊 別的就不用問了 都沒有問過 然後法官也不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你不用來了 我已經跑了二十幾年 然後又開賣房子 又扣我女兒的薪水 追到哪邊 他到哪個公司去 他就追到哪個公司 支付命令 你說人家這個 還能在那邊上班嗎 也變成也沒有 也沒有工作了 也 然後扣薪水 薪水沒有開賣房子 他有一個小套房 也開賣了 開賣 開賣不出去 然後我就一直提存 因為我也有打民事 打刑事 打了 其實我的錢不多 他這個人也 他說什麼欠員工 員工欠他錢 什麼要扣他的八萬塊 十三萬塊 大概二十幾萬而已 可是我找律師 已經找了 花了二十幾萬 我就是為了要一個正義 結果出庭 他從來也沒看到人 他也沒有出庭 他也可以沒有理由 也可以不出庭 所以都自始至終 都沒看到人出現 每次都是敗訴 然後現在我提存下去的 停止法院拍賣 提存下去的四次提存 一共十八萬多 每次要拍賣我就去提存 因為我有民事告不成 我告刑事 所以我在想說進行中 所以房子不要拍賣好了 一直提存 提存完 最後敗訴 然後他這個夫妻就是先生 又把他的這個債權部分 又轉移給他老婆 因為他先生好多的案子 現在被通緝 既然也可以成立 他就是以拿這個支付命運 來領了我 把我的錢領走了 領走了沒有關係 後面他說還有八萬多 最近又開始在追我女兒說 在哪裡上班 以前上過班的地方 他都是用支付命運寄過去 要跟他要錢 然後就也是等於 又寫了一個說我們亂告他 說什麼以後好像也是半恐嚇 最後說你們會去關 這個不能一顆罰金 你們亂告我這樣子 反而他像變成這樣子來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十幾年來 花了這個錢 花了這個精神 我是真的是一看到郵差來 真的是會怕的 希望這個法律 能夠一定要修法 我覺得非常的不合理 拿到支付命令 有的人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說 一定要去申請義義 以為詐騙集團 因為他真的他寫的名目 都是莫名其妙 沒有的話 真的你再怎麼翻案 再怎麼寫個一百個理由 有提供了什麼法官 都不會去接受的 也不會告訴你 你已經沒有用了 好 謝謝 這個事情也有後續在新聞稿上 小慧受害之後 他的叔叔也被發支付命令 也就是說他們就是不斷去查個資 不斷向外擴張 像這樣的情況其實不是台灣唯一發生的地方 十幾二十年前日本泡沫經濟破裂的時候 也發生相同的情況 好 那現在我們請黎怡婷律師來為大家介紹 各位在座的媒體大家好 我們請黎怡婷判例拿掉 那可能會導致送員大量的增加 導致法院的負擔 人力可能會不足 那這個部分呢 經過我們這邊的實證考察的結果 其實在日本那邊呢 一開始在民國我們民國八十七年的時候 也就是說平成十年的時候 他們的民事訴訟法 民事執行法這個部分 有做稍微的一個修正 那他們也有所謂的一個支付命令的制度 那後來勒在修法之後改成支付督促的程序 那他們在平成十年 就是我們現在的民國八十七年的時候呢 確定把計判例的制度這邊拿掉 那雖然法條上面還是有一些法文上面的疑義 可是他們的學界實務 通縮認定說已經沒有計判例了 那沒有計判例之後 是不是真的導致了其他的訴訟的案件增加呢 那我們這邊有減附了日本最高裁判所 司法統計資料庫所提出的數據顯示 其實在這個日本的支付命令程序 由於他們後來改為由書記官這邊統一的去處理 跟現在我們台灣的支付命令程序 統一由司法司務官這邊來處理 有一個共同點 都不是法官在處理的 所以當時呢 當他們決定把支付命令的合法程序 委由日本檢疫裁判所的書記官統一來處理的時候 就有共識 那麼這個計判例一定要把它拿掉 那拿掉之後的好處就是 他們可以透過之後的招倫意義之數去停止執行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像我們今天兩位個案的部分 就有解套的救濟途徑了 那從這個修法之後呢 檢疫裁判所的數據顯示 施行那一年是平成十年 當時呢他們的案件數 通常訴案件數是三十萬六千一百六十九件 那修法後兩年呢 他們的通常案件數反而是減少的 換句話說 通常訴訟的案件的送源還是減少 減少了八千九百零八件 但他們有一個配套措施 他們在同年度呢 增定了一個少額訴訟程序 也就是我們現在台灣名制訴訟法的小額訴訟 那他們在87年呢 刪除了致負民的計判力 同時增定了一個少訴訟程序來做配套 那送源的部分 少額訴訟程序是三十萬日元以下 那想看這個數據可以發現說 增加的送源並不多 八千多件 每年平均一萬多件而已 那在台灣呢 我們在88年同時也增定 小額訴訟程序 但我們的計判力 致負民的計判力 卻沒有同時拿掉 大概一樣的立法進度 差不多的立法背景 可是日本在當時 既判力拿掉之後 他們送源並沒有增加 反而是減少 以檢疫裁判所的數據來看 那地方裁判所的部分呢 檢疫跟地方的差別在於說 訴訟金額的問題 因為根據日本民衆法規定 一旦他們的債務人收到支付命令之後 如果有異議 如果是日元一百四十萬以下 會回到檢疫裁判所 一百四十萬元日元以上 會到地方裁判所 所以看這兩個數據 就可以知道他們當時 計判力這個制度 修法前後送源的一個變化 那從地方裁判所的 這個司法統計數據來看呢 這個通常訴訟程序 在修法當年度是 十四萬四千八百零九件 那兩年後呢 繼續去追蹤呢 這個部分變成了 十四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件 其實增價幅度非常的小 只有兩千九百五十件 那配合增定的當時的少額訴訟程序之後 增加了一萬多件 其實這個部分增加的訴訟量 並沒有像我們司法院所預期的這麼誇張 沒有這麼可怕到說 好像支付命令 支付督促的利用率 利用的情況呢 這個數據也是從他們 最高裁判所的 司法統計資料庫所呈現的 這是最新的一個數據版本 這邊是寫從平成二十一年到平成二十五年 西元二零一三到二零零九 也就是我們民國一百零二到九個七年 那從目前為止他們的支付督促 支付命令平均每年 平均每年是三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九件 三十二萬七千七百六十九件 那他們的訴訟呢 每年新增的一個案件數呢 平均是五十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三件 這兩個比例是比較接近的 換句話說看得出來日本人打官司的劍數 還是比利用支付督促的這個程序的利用率來的高 那兩個相差大概三分之二 這是他們的數據 換句話說計判力拉架之後 他們還是很樂意使用這個制度的 那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現在的數據 從司法院提供出來的一個資料庫顯示 我們現在還是維持支付命有計判力的制度 看看我們國人使用的這個情況 多處程序的事件呢 每年新收事件從九十七年統計到一百零三年 平均每年新收就已經四十四萬七千一百七十四件了 這個數據是蠻高的 尤其是跟我們一般民事的地方法院 訴訟事件每年新收的這個件數 平均值十五萬兩千三百五十三件來看 我們利用支付多處程序支付命令程序的件數 屬於同一個煉金數的夫妻或是同一個煉金數檔 他們可能一個檔就可以重複申請的一兩百件 一兩百件那為什麼這個數據會這麼高 是不是跟這個原因也有關係 所以把支付命令的計判力拿掉這個修法趨勢 其實並不像司法院所預期的這麼恐怖 可能會有增加送員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相信如果從事物的數據來看 應該是不會發生的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那個 有美女委員是有美女律師法律專家 來為大家說一下他對這個支付命令修法看法 支付命令關於這個受害的這個部分 其實在下一次我們已經開過記者會 那其實今天的記者會其實是這個 支付命令受害的經濟版 我們看到說這些的這個加害者 這些人他們的技術越來越高明 而且真的是支付命令的煉金數 那所以在這部分今天既然已經公佈了 這個所謂的晉級版的這個支付命令的煉金數 那為了防止其他的人如法炮製 所以支付命令的修改非常的一個急迫 那在這一次的修改裡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第一個在前面的這個門檻裡面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說你去申請支付命令 你是不需要去說你的這個 你雖然要講原因事實 但是你隨便胡周 那法院根本不需要審理也不需要開庭 然後就書面然後就行事就過去了 所以就直接就說誰欠我多少錢 然後法院就放一張支付命令 所以完全靠的是今天對方所收到 支付命令的你在二十天的異議 只要你異議你不需要付理由 那這個支付命令就失去效力這樣 他就視為起訴了 所以就是在這個整個一個 但是只要你沒有異議 那就跟確定判決同一個效力 那我們說確定判決什麼叫做確定判決 確定判決就是說你今天起訴之後 法官要開庭要讓雙方 陳述一件的機會有入院的一個機會 然後法官又不需要去調查證據 然後最後法院做了判決 判決之後你還可以上訴 然後上訴之後你還可以再上訴 等等這些經過一個非常嚴謹的一個 法院的一個判決的一個程序 一個正當的法律程序之後所下的判決 那這個才有所謂的計判令 那這計判令就包括所謂的確定力 就是說這個案子已經確定了 所以你不能夠再去這個上訴 那也有一個所謂的計判令就是說 你不能夠再去重新起訴 因為這個法院已經審作完了 所以你同一個事實不能夠再去起訴 那另外一個執行力就是說 讓你這樣的一個判決能夠去若使 所以你就跟對方把這個錢拿回來 那我們說了支付命令 法院什麼事都沒做 然後就發了一張支付命令 那完全靠你20天的異議 那只要你20天沒有異議 那就跟法院已經完全判決就取決了 法院的判決就確定了同一個效力 那他的利害在哪裡 因為他已經等同法院已經判過了 所以你就不能夠再重新起訴 所以為什麼小慧的媽媽 為什麼剛剛這些人 他們一直分波於土的律師 然後呢一直敗訴 因為法院只問你 你有沒有20天異議 沒有 沒有就什麼都連他 因為法院已經審理過了 形同法院已經審理過了 所以你就同一個事實 你就不能夠再主張 那你唯一可以做的什麼 就跟確定判決 法院已經判決確定了 你可以提起再審 可是我們再審的門檻非常的高 第一個你要去證明說 我這個是 這個他所批的證據是違造變造 而且你去告他行事 行事判決確定之後 你還可以提起再審 然後甚至有人拿著這個去提起再審 法官說支付命令呢 他本來就沒有所謂的 債犬憑證 所以你去告這個債犬憑證 是所謂的違造變造 跟這件是沒關係 所以你不能夠用這個來提起再審 換句話說 他把再審的門幾乎就是完全堵住 所以你不能夠重新起訴 你也不能夠再審 再審的門一個門檻非常的高 像一個高牆完全進不去 要怎麼辦 要強騰的 所以我們要求就是要把這一次修改 但是司法院一直來立抗 他說如果這個支付命令呢 讓他只有所謂的執行力 所謂執行力就是說 我今天沒有確定力 那這個案子呢 我還可以怎麼樣 我還可以再去起訴 所以也沒有這個積判力 因此呢我發現不對 我就可以去起訴 或是他來執行的時候 我發現了我就可以提起意義之術 然後呢就可以去 然後請求這個停止 但是呢法院說不行 那這樣子所有的 因為會去提起這個所謂的 這個支付命令的 除了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些詐騙集團以外 最大宗其實就是所謂的 電信業者跟銀行業權 那他們去提起這些的訴訟 他們就用非常便宜 每一次呢就是一疊 然後送到法院去 到法院就咔咔咔咔 然後甚至呢像說日本 他們現在就用電腦處理 我們台灣也在考慮用電腦處理 我們現在改用的是司法15 其實就是一個例稿這樣填一填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你卻給他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計判力 你全部路都不能可以走 所以我們就說 我把這個計判力拿掉 讓你有執行力 可是呢如果說 你今天是被判 是被騙的話呢 那你可以去再去重新起訴 但是這個部分呢 司法院到目前還在立抗 但是我們說立法是立法院的職權 司法院你只能夠提供意見給我們參考 那當然這我們在出審 這出了委員會 那但是司法院會不會再去法案翻案 我們不清楚 但是我們今天公佈了這所謂的禁忌版 這個等於是說 為了防止大家民法炮製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會期內一定要通過 那再來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對於這些的受害者 已經受害了 因為法律通過之後是往後生效 所以對以前的受害者怎麼辦 所以當然我們希望有一個塑及的一個效力 可是對於塑及的效力的話 因為新的法律規定之後 他要塑及只能夠給他一個 再審的一個機會 那既然再審的門口這麼高 所以我們希望把再審的門檻 能夠降下來 那因此這個部分呢也還在協商 那已經就回溯到底要回溯幾年 我想這個部分呢 原來我們是說回溯兩年 可是我看今天的受害者都不只是兩年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都 就是我們會在討論 所以在這一部分呢 是目前整個支付命令的修法的一個情形 那我們來期待就是說大家共同來關心 我們來看看一個一對夫妻 就能夠真的是詐騙全台灣所有的法院 然後就花了261件 你看幾乎台北士林 對不對 新北基隆桃源 新竹台中彰化雲林 嘉義高雄花蓮屏東 無依倖免我們所有的法院 所有的法院被他們拿來作為犯案的工具 那在這種情形法院還不想改 司法院還不想改嗎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來補充一下數據 司改會統計以現行的支付命令 本身在審以後 同意在審 在審以後 犯案成功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五點二 百萬分之五點二 也就是說 尤美里律師尤美里委員講的 現行的支付命令 本身的再審是足其一道 機會不可能翻閱的方向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修法 因為現行的法律 支付命令只在司法院 在地方法院做一個刑事審查 根本沒有去查明 那我們現在希望說 在實踢法 那在程序法裡面都能夠有一個救濟制度 那目前這禮拜已經開過第一次的協商 那我們希望說把這個立法進度 能夠在這個會前能夠完成 這是我們希望說 幫這些受苦受難的這些民眾 能夠他們的怨權能夠對於生長 好 那因為今天非常多議程 所以我們記者會就正式到這裡結束 謝謝兩位委員 那如果各位記者朋友想要特別採訪律師 會非常被害的 那我們會在這邊協助大家採訪 那我們這次記者會結束 再自由採訪一點 沒有再問嗎 請拍白嗎 可以拍白嗎 好 反應都夠了 反應都夠了 好 拍很多了 拍很多了 嗯 來 音樂哥先開反應 幫一下 好了 來 我教會像海產那一個怎樣 他們的一個到底扣了多少錢 那你說他還沒兩次 你會幫他 用什麼 我需要一個人大概 大概 好 好 好 這個不是 19 12 12 11 還有土地也太曼 其實 就是主意 他實際已經是在下滑 泰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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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雷還有房嗎? 開賣掉,土地都開賣掉 我們要走一走去 要先讓他們到場 包布的房子 對 所以他們就是